跨入2014年之后 中国人关注的不再是房价的升和降的问题 而是锁定在房地产泡沫是否会破裂的问题上 不久前中共住建部的副部长在演讲中就说 中国离房地产崩溃的时间还有一些日子 此时要是能想明白 采用微调的方法还可以调节 然而普通民众都想知道 中国房地产这个大泡沫到底会不会在2014年就破裂呢 上海证券报对住建部副部长所说的 可以通过微调的方式调节房地产崩溃问题并不认可 并指出靠微调只能将房地产崩溃的时期延后 无法真正阻止房地产崩溃的结局 因为中国错失了2009年初对房地产调控的最佳契机 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在去年底的世界工商协会论坛上也透露 中国大陆的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 像温州 阿尔多斯等地的房价已经开始下跌 李伟承认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不可预测因素 香港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的报告显示 今年1月中原地产所监测的大陆25个三线城市 新建住宅的成交量创下了6个月来的新低 14个四线城市新建住宅成交也是11个月新低 2014年第一周的三亚楼市开局就遇冷 出现量价奇跌 商品房签约环比下跌24.82% 签约面积环比下跌39.87% 签约住宅均价下跌12.8% 大陆地产策划人牛刀指出 中国房地产的主要问题是整个指导思想完全混乱 它把中国老百姓当作炸油机 消耗了所有人的钱财 造成内需的严重萎缩 牛刀表示目前香港首富李嘉诚从房地产跑了 很多热钱也都从房地产撤走 而中国把房地产当作金融产品来经营 非常依赖于资金的流向 资金一流入房价暴涨 资金一流出房价大跌 美国金融杂志机构投资者选出的2000年到2006年亚洲最佳经济学家谢国中博士他也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正在破灭2014年房价降跌50% 牛刀还撞文指出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是属于中级泡沫破灭后20年都起步来 日本破灭前的征兆一个是日元停止了升值这和现在人民币的状态十分相似 一个是泡沫进乡村就如同中国现在的农民工他们赚的一点辛苦钱都被泡沫绞杀一样还有资金出逃等 但牛刀说中国还有两点和日本的中级泡沫破灭不同 一点是中国本次泡沫是由于央行发抄 第二点是中国泡沫是极为典型的官商勾结掠夺全民的财富 牛刀认为中国泡沫破灭后果更为严重 人民的生活将成为大问题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谢田表示 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是由国家机器参与主导并制造的 通过20年的系统性积累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泡沫 当泡沫破灭时中国地方债务问题银行的问题 影子银行问题三角债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全都会迸发出来 它这个泡沫破灭的话可能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巨大的打击 同时会伴随着人类最后一个最大的专制政权的垮台 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惊心动魄的世界 牛刀认为中国的金融业就像一座即将雪崩的雪山 人们平时看不见 是因为这些年来中共当局一直凭借权力掩盖一切矛盾 除了问题是政府出面都抵 牛刀指出这些危机都将在2014年开始爆发 而雪崩开始有谁能抵 是在带路上就寻致 绪之剩 这麽也抵却见一种 是这种活动力阻力教育别人